天佑不测风云 说来说去全都是为了你 我怎么了 爹一 你告诉爹 是不是除了徐日照 什么人你都看不上眼 好痛啊 快说 你是不是一心一意想嫁给徐日照 爹 你明知道徐公子 就快和别的姑娘成亲了 那又怎么样 天佑不测风云 说不定那丫头今夜突然生了场怪病 一命呜呼了 爹 您别胡来啊 徐家待我们不保啊 吃他几碗白饭做得了什么 别忘了你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 没有你出手 那老太婆能活到现在吗 别以为你们有能耐 我偏不让你们称心如意 不行不行 不行 好 万岁爷听说太君出宫后遇上了刺客 急得不得了 特命老奴前来问候 顺便还带了些大内珍品 给太君押精疗伤 一点小伤惊动盛听 老臣愧不敢当 请公公代臣叩谢皇恩 太君放心 老奴一定把话带到 公公请用茶 嗯 这茶色深味香 还多了一股青草味 有点苦又有点凉 顺袄而下舒畅无比 这茶有意思啊 高公公不愧是品茶高手 翠花在 把安将军拿来的清新安神茶 送一盒给公公 是 这是安大将军送的 去年安将军进京的时候 听说我常常头痛失眠 特意从关外烧来的这些茶叶 服用之后我头痛的毛病 竟不要而愈 这是安大将军对太君的孝心 可不是嘛 一年多没见还真有点想他了 算算日子 他这两天也该到长安了吧 没这么快 他带人去了沙河镇 他去沙河镇做什么 老奴听皇上说 安大将军设计了新式的兵器 要找人打药 这来回总要耽搁七八天的时间 太君不必远送 等等 相爷父的药牌 怎么会在太君手里 这是我从刺客身上搜到的 请公公代我还给杨大人 愿王啊 我杨国中再糊涂也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派人行刺太君 您说是不是 我老老实实奉着在家闭门思过 怎么还有未来之祸 这可难说了 现在朝野上下里里外外 谁不知道相爷对太君恨之入骨 哎呀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这风凉话 我的好公公啊 求求你帮我想想办法 这事要是穿到皇上耳朵里 我又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你放心吧 你当寻太君真的是老糊涂 什么意思 太君说 那帮刺客栽赃陷害的手法太拙劣 这反倒证明此事与相爷无关 行啊 寻太君 是个人物 这老太婆是不简单 越老越精明 是非恩怨看得比谁都清楚 哎 公公 你说 我趁这个机会登门赔礼 跟寻太君来个一笑米恩仇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人家寻太君早就把你看透了 他要我转告你 他要我转告你 震灾不利一案还没完 他会在皇上面前继续弹劾你 非要告得你 罢官查办不可 再给你 一副辛苦啊 我请金纸坊的大师傅 帮阿勋才智的珍珠侠配 珍珠侠配 这些天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家里一切都正常 夫人呢 夫人在陪阿勋绣花呢 你说什么 阿勋 阿勋她会绣花 阿勋 好了 绣完了 这么快啊 就两只小麻雀嘛 能费多少功夫啊 娘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那叫鸳鸯不叫麻雀 我才懒得管她是什么呢 反正以后再让我看见这些 有翅膀的扁毛畜生 我一定把他们的毛 全部都拔光了 他们得罪你了 他们干嘛长那么多毛啊 害得我秀的 又累又渴的 小红 茶 小姐 您喝茶 来 我来吧 娘 喝茶 好的 你笑什么 我来看看 娘 不用看了吧 这就是你绣的鸳鸯细水 你要叫她什么 她就是什么呗 反正我绣完了 你这孩子 娘 你明知道我最不耐烦 做这些针线活了 干嘛要抢人所难嘛 娘 你要是看不过去的话 我叫小红过来帮忙啊 保证她绣的 比我绣的好看多了 这不行啊 大小姐 为什么不行啊 你懂不懂什么叫拿人手软啊 我昨天才送你一条花裙子 难道你这么快就忘记了 是夫人不准我帮忙的 不信你问夫人 阿徐 娘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情不行 这是咱们老家的习俗 每个新娘子在出嫁之前 都要亲手绣一对鸳鸯枕头 洞房花竹叶 如果新郎官能够睡在 新娘子亲手绣的鸳鸯枕头上 他就会一辈子顺从她 一辈子听她的话 娘你放心 徐日照就算一辈子 没有鸳鸯枕头睡 他也不敢不听我的话 你还好意思说啊 人家徐公子有风度 有教养 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倒好 一点规矩也不懂 以后不许再欺负他了 听见了吗 知道了 阿勋呐 嫁去勋家以后 对夫婿要千功有礼 温柔体贴 别让人家在背后 笑爹娘没有把你教好 知道吗 知道了 来 娘再教你一字 这次你要看紫绣 好 爹回来了 爹 你真不够意思啊 出门也不带上我 害得我在家整天听娘再唠叨 两只耳朵都张俭了 又惹你娘生气了吧 我哪敢惹她生气啊 是她找我麻烦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敢说你娘的坏话 信不信我死了你的嘴 爹 我相信我很害怕 你千万不要撕我的嘴啊 是我不对我不对啊 你惹人啊 一路上还顺利吗 顺利 这是什么呀 我不告诉她 有什么了不起的 给我看看 不给 给我看看 不给 我说你们两个 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没有规矩 只说你呢 这是什么呀 义父 你过来看看 你看看 你过来 回来 叫你回来听见没有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干嘛那么凶啊 是啊 有什么话慢慢跟孩子说吗 就是啊 爹都快把我的胆给吓破了 娘 你以后可要好好地管管爹啊 这上面绣的什么 是什么 好像叫 鸳鸯吧 这也能叫鸳鸯 小红 老爷 从明天开始 你教小姐绣鸳鸯 在她坐上花轿之前 我一定要看到 真正的鸳鸯戏水 不然 你就不要在钱家庄做事了 听到没有 知道了 老爷 还是我来叫她寻吧 这丫头 欺善怕恶 你治不住她的 你怎么又瘦了 是不是这几天 没胃烤又没好好吃饭 我叫人 到岭南峰顶摘了几颗紫锋 据说能见味不原 清废安神 我这就叫人去煎 拿来给你尝尝 好 义父 你们先聊着 我去看看 嫁妆谢完了没有 顺便让人不要煎了 好 少庄主 荀公子来了 想跟大小姐说几句话 来得正好 我去看看 给我站住 先请荀公子到大厅去坐 阿荀 换身衣服才去嘛 我穿这身挺好的 阿荀 阿荀 义父 离婚礼距今还有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 你把阿荀给我盯紧了 别让他在外面惹是生非 竟给我千家庄丢脸 是 义父 爹 你不会是想把我关在房间里面吧 没错 我说你也该是我收心了 好好在家里 跟你母亲学学如何做一个好棋子 早知道成亲 这么麻烦 我才不要嫁人呢 你 我问你 你家是不是没有枕头啊 有啊 既然有 你干嘛非要我亲手绣给你啊 我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敢说你没有 大小姐 绣枕头是夫人的意思 跟荀公子没关系 你再偷听我们说话 不 不是啊 是老爷让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直到你学会绣鸢鸢为止的 你 出去 出去 出去出去 走远一点 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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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阿羡 你爹为什么要你绣鸢鸢啊 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这长安城里有成千上万的美女 你干嘛要挑上我们千家选上我啊 不是我挑上你的 是我奶奶挑 这么说你根本就没打算要娶我了 是你奶奶要娶我 不是你要娶我的对不对啊 我 我 我你个头啊 你喜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干嘛三天两头来娶我 我大哥走了 他走了 为什么 是不是你 不是我 是他自己要走的 大哥也太不够意思了 说走就走 也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大小姐 出气 站远点 我们去找你大哥好不好啊 好啊 可是行都那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啊 放心吧有我嘛 我可以带着你马上就找到他了 今天晚上三更我们就在 青云山顶的山神庙见面 不见不散 记住了 这么快就走啊 早点见到你大哥不好吗 好是好 可是也没必要半夜三更的 阿徐 我听小红说 你爹不许你出门 你是不是想找机会溜出去啊 小声点啊 你傻呀 我在家里面有吃有喝的 又有人照顾 我干嘛跑出去找罪兽啊 都是因为你吗 为了我 当然了 成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你大哥 不能来参加你的婚礼 你不能和你大哥 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喜酒 那你的心里面 不是很失落的了吗 阿徐 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 所以啦 我们今天晚上呢 不见影不散 记着多带些银子哦 好 我干脆多叫几个人帮我们一块找吧 白痴啊 离家出走谁会带上一票人哪 好 原来你又骗我 骗你又怎么样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我奶奶会生气的 那你现在是怕我 还是怕你奶奶呀 你到白度村 真的没有查出蝶翼的下落 我问别了所有人 没人听说过有叫蝶翼的 更可笑的是啊 我还见到了你白大哥 他还活得好好的 可他根本没有一个叫楚楚的女儿啊 他为什么不肯承认他就是蝶翼呢 他一定恨偷了我这个做娘的 我要知道他们父女还在 我死也不会改嫁的 我死也不会改嫁的 好了好了 桂哥 我求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答应我 说吧 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找到蝶翼以后 你千万不要伤害他 他不是有意要害我的 这你就放心吧 这你就放心吧 爹一是你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女儿 我就是再气再恨 也不可能伤害自己的女儿啊 再说 当年是我对不起他爹 他恨我怪我 那是我罪有应得 桂哥 桂哥 好了好了 义父 义父 庄主 档西有毒 把箱子抬走吧 放火烧了 好 这件事情 千万别让夫人和阿璇知道 是 是 再走吧 是 我想回家 你让我回家想一想好不好 这是什么 两条路 一 回家去收拾好行李 今天晚上三更 在山神庙外等我 那第二条路呢 修收 对啊 如果你不跟我走 我就把你给修了 而且我还要把它贴在大街上 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千寻把你寻找给修了 请问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啊 当然有了 你去死吧 去 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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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屋里养伤 怎么半夜三更跑出来啊 走 我送你回去 你的嘴怎么了 没什么 摔 摔倒了 说实话 是 千寻 为什么他总欺负你 他 脾气坏了一点 不过他心情好的时候 对我也挺好的 你老是这样让着他 助长他的气 你应该狠狠地教训他一次 那怎么行啊 他是我媳妇 好男人不能打媳妇的 第一 你看你 脸色又青又白 脚不发虚 根本就不应该下场的嘛 我这样 是不是很难看 是跟从前不太一样 不过 多了几分楚楚可怜 可是 你并不喜欢楚楚可怜 你喜欢刚毅 开朗 有棱有角 像清寻姑娘 一样的女人 那也不一定 如果动手打我的不是千寻 我可不会跟她客气的 也就是说 因为你爱她 所以包容她的一切 那也不对啊 今天她叫我跟她走 我就没答应她 因为大哥说了 做男人要有责任心 我走了 怎么跟奶奶交代啊 你去哪里啊 弄痛你了吧 对不起啊 我送你回房歇着吧 对了 奶奶给了我一种 关外来的金疮药 早晚抹一遍 将来伤口好的时候 就不会落疤了 我去给你拿 不用了 我这有 我这有 如果你老这样让着她 成亲以后 不是老药碎身 带着金疮药吗 有你帮我擦药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你要我 陪在你身边 一辈子看着 另一个女人欺负你 你不怕 跟你开玩笑呢 我怎么会笑 定一 你放心 千尹不像你想的那样 等她嫁进寻家 会是个好媳妇的 我答应过 要送你一样东西 我亲手绣的 把阵涂在安将军手里 把阵涂在安将军手里 不可能 肯定是假的 不可能 阿洛写信给皇上 说他找到了八镇图 不论真假 我都不能让这封信 落到皇上手里 否则 我和赵儿 都难逃一死 您不是派人 上玄武门找过了吗 如今的玄武门 只剩下一座荒雪 什么也没有了 诸葛午后 生前预言的六百年将近 看来天下又要大落了 你去一下沙河镇 你去一下沙河镇 把安禄山手里的八镇图 给我拿回来 一定要小心行事 阿洛这孩子很机灵的 喂喂喂 大小姐 谁让你们这么多人 深更半夜的都站在这里的 是我 阿丞哥 你让他们都撤了吧 我不喜欢我睡觉的时候 有人盯着我看 好啊 下去吧 是 还有啊 还有 我劝你啊 还是早点睡吧 绣装的凤掌柜 傍晚 搬了一箱五颜六色的绣线过来 明天 有你忙的 忙什么 鸳鸯细水呗 阿丞哥 咬死 你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大小姐在上花轿之前 庄子里别说是人 就是跑进一只猫来 为你们试问 是 快点快点 好 上庄主说了 要把大小姐看好 你们都注意点 是 是 鸳鸯 那边 对不起来 兄弟 你在这里守好后门 我出去看看 郑处找不着机会杀你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 神明在上 弟子千寻这趟出门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 才能再回来的 请您呢 一定要保佑我的爹娘 让他们身体健康 也别再生我的气了 你知道的 我真的不适合 做别人的媳妇 我也不适合成亲的 对不对 待会儿寻日照来了 我会再问他一次 如果他不愿意陪我 一起闯荡江湖的话 我就让他留下来 陪着他奶奶 算了呗 反正那个人呐 娇神惯痒的 带着他就好像是 包袱一样 麻烦死了 对不对 就快三更了吧 这个寻日照 也差不多要来了 出去看看 下红武汽 下红武汽 そして 这个 两条路 一 回家去收拾好行李 今天晚上三更 在山神庙外等我 那第二条路呢 修收 对啊 如果你不跟我走的话 我就把你给修了 请问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啊 当然有了 你去死吧 第一我要出门一阵子 我要出门一阵子了 你修得真好看 请你做好了香囊等我回来 还有奶奶也请你费心照顾了 为什么你总是闷闷不乐的呢 连睡梦中都皱着眉头 有了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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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寻日照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到现在都不来 好啊 不要让我碰到你 我箭一次打一次 打得你满地都是牙 有烟火虫啊 不行 我这一走 奶奶怎么办 就算被千勋修了 总好过让奶奶被人家耻笑 晚正三更早过了 也许千勋不等我自己走了 阿修 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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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倒霉啊 救命啊 有沒有人呢 救救我 救命啊 快救救我 我爹死你也餓死你 這倒省了我的事了 我爹死你了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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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勋 你在哪里啊 阿勋 阿勋 你在哪里啊 阿勋 你跑到哪里去了 阿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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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阿勋 下面有人吗 徐医长 徐医长你快点来救救我 阿勋 你别怕 我马上来 耶 徐医长 你是不是有病啊 阿勋 果然是你 阿勋 你干嘛 没发烧啊 谁说我发烧了 既然你没烧糊涂你干嘛跳下来啊 你知不知道这样子会摔死人的 我听见你在下面喊救命 一着急就跳下来了 对呀我是喊救命嘛 可是你这样跳下来怎么救我的命 这 你轻功很高对不对 再跳上去啊 再跳上去啊 快跳啊 再跳上去啊 再跳 快 再跳 再跳 对 再跳 再跳 跳啊 我跳 我跳不上去了 阿勋 阿勋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不怎么办 等着还有哪个白痴再跳下来给我们做陪葬吧 你的脚怎么了 你的脚怎么了 跟你说也没用啊 行了你让开一点 轻一点啊 轻一点啊 疼啊你干嘛 啊 啊 借好了 哎 你会借骨的 是啊 以前我们家的老黄摔掉了腿 都是我帮他借回去的 谁是老黄啊 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黄狗啊 怎么了 没接好是吧 我再帮你接一次吧 你找死啊 拿我给你养的黄狗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家的老黄 是跟你没得比的 以前我帮老黄接骨 他都会乖乖的不吵不闹的 可不像你这样 大吼大叫的 还乱骂人 你还说 你没事吧 地下脏 我把鞋给你穿上嘛 不用了 的 子妒 我说 你不被泶摔坏 ho个 boards 你不会面评 AfXN 妈子慕 bueno 我不会哭了 多小兽 大吼遥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困不困 有点悲 那我们先睡觉 等醒过来再想办法好不好 那也好 干什么 拿开你的死人头 啊 噢 啦啦啦다… 啦啦啦… 呀 我真的跳不上去了 便宜你了 让你死得痛快些 你敢咬我 阿许 雨晨你怎么了 阿许 我噩梦见阿许了 阿许在叫我 他一直在发抖 他好像生病了 鬼哥 阿许一定出事了 阿许一定出事了 你有在做噩梦呢 阿许在房里睡得好好的 阿许 义父 阿许不见了 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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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晨你怎么了 阿许 你为什么被毒水咬了 不告诉我一声呢 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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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阿许 阿许 你醒醒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呢 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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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撑下去 阿许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阿许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不行啊 阿许 太君 我家千寻赖过吗 阿许 他没有来啊 没来 赵儿他呢 少爷昨晚没回房 啊 坏了 我先告辞了 太君 奴婢今天一早在地上 捡到了这个 啊 修书 这是谁家的 谁要修 啊 千寻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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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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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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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里面怎么有血啊 日照 你别吓我啊 日照你醒醒 醒醒啊 醒醒啊 日照你醒醒吧 日照 日照 你醒醒啊 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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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你是不是帮我 吸出了毒血啊 日照 你怎么这么笨呢 谁叫你救我的 你救我干嘛呀 你是不是知道这样子 你会死的 你怎么永远都学不会聪明一点呢 你好长啊 我 我好快 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你不能睡啊 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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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